這輛寶馬私家車左穿右插 這麼急著要去哪裏 結果撞到水馬 另一條行車記錄影片就更加清楚 攝氏寶馬打算連接兩條線 結果撞到路中間的水馬 整輛車都飛到半空 事發在星期三行2點多 這個20歲外籍男司機 在青馬大橋往九龍方向行駛 在青衣西北教會處之路 撞到路中心的水馬 幸好駕的士停得快 沒有人受傷 警方正調查事件